我现在在云南的建水火车站 今天准备离开建水 乘坐云南昆明到河口的复兴号动车 前往中越边境的河口口 这次要乘坐的这个绿巨人动车 和即将通车的中老铁路的火车 是同款的火车 时速都是160公里每小时 现在看到的这列火车 就是我要乘坐的复兴号动车了 也有人称它为绿巨人动车 还有人叫它是垃圾桶 因为它的黄绿相间的颜色 和一些地方垃圾桶的涂装颜色是一样的 而且这两天看新闻 发现那个中老铁路 中国境内的火车 这个外观和我现在乘坐的这列动车 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管是它这个外观的涂装 还是一些参数 都是一样的 不过中老铁路 在老挝境内的火车 外观涂装是采用了老挝国旗的颜色 这和中国境内的这个动车组是不一样的 不过它的一些主要的性能参数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最高时速都是160公里每小时 虽然我乘坐的这个动车组 它的车头是一种子弹头的造型 但是其实它并不属于高铁 在中国大陆 高铁的车次是G字开头的 动车的车次则是D或者是C开头 像我现在乘坐的这个火车 是动车里面速度最慢的 一般动车时速在中国大陆都是200或者250左右 而最快的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千米每小时 那么我现在乘坐的这个动车 包括中老铁路 他们为什么不用更高时速的动车 甚至是高铁呢 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在中国云南和老挝 很多都是多山的地带 而且有些地方海拔落差非常的大 比如说这个在中越边境啊 平边至河口的这段啊 只有短短的几十公里 海拔落差却高达1000多米啊 为了安全起见啊 所以采用了时速相对较低的动车组 再加之这个老挝修建的这个中老铁路呢 它可能也是考虑到一定的成本的因素啊 所以就采用了时速 只有160的动车组 现在已经从河口站出来了 然后因为这里是中国和越南边境嘛 海拔只有几十米啊 看这些植被啊 已经感觉瞬间到了热带地区 这个车站呢 距离中越边境的介河 只有三公里左右 离边境非常的近啊 现在已经从车站来到了中越边境的介河旁边啊 这个河呢就是介河红河了 对面就是越南了 看越南那边的建筑啊 和中国这边还是有些差异的 去这个地方两边应该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啊 非常的近 我今天乘坐的这列绿巨人动车啊 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通车了 比中老铁路啊早了三年多 但是这个铁路呢 仅限于中国境内啊 并没有和越南的铁路进行联通 作为长期生活在中越边境的人啊 看到即将通车的中老铁路啊 再看看中越边境 两国的铁路连通的现状啊 心情还是有些复杂的 其实一百多年以前啊 中越两国之间的铁路啊 是打通的 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 轨距啊 只有一米的迷鬼铁路啊 它的修建呢 是当时殖民越南的法国啊 为了把中国云南的矿产啊 运往越南的港口进行转运 而修建的一条跨国铁路啊 它的名字也非常的有名 就是著名的滇越铁路 不过随着中国铁路的不断升级换代啊 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 轨距为1435毫米的标轨铁路了 而越南呢 仍然还在使用啊 轨距只有一米的 迷鬼铁路啊 所以两国的铁路啊 并不能直接的连通 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座大桥啊 是中越铁路大桥 这座桥的对面啊 就是越南了 我现在是站在中国的一边 历史上因为战争的原因 这座大桥曾经被三次炸毁 然后又再次的修复啊 看这个桥墩的位置啊 这是以前被炸毁以后的桥墩啊 留下的一些残存的痕迹 历史上的三次战争呢 分别是 中国的抗日战争 还有 国共的内战啊 以及后来的中国和越南发生的战争啊 在国内也称之为自卫反击战 现在的这座大桥呢 是上世纪90年代初 中越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啊 重新修建的 现在每天还有几趟越南的火车 会通过这座大桥进入中国境内 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小车站 卸货后就会返回越南 为了便于越南的迷鬼火车 进入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啊 中国在边境地区呢 保留了少量的迷鬼铁路 最近看越南的新闻啊 据说越南为了便于向中国出口产品 未来几年可能会在边境地区的越南老街省 修建一条距离较短的标轨铁路 不过这条铁路啊 仅仅是在边境地区 越南的国内仍然会沿用迷鬼铁路 中国和越南相比 中国和老挝其实有更好的区位条件和更大的经济潜力 但是中国提出的泛亚铁路倡议 并没有得到越南的积极响应 这和同为东南亚国家的老挝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等国和中国不断加强友好合作相比 显得格外的另类 那究竟是为什么越南似乎不太愿意和中国进行合作呢 提起这个越南呢 很多这个国人呢 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越南老婆 还有这个以前中国呢 帮助越南抵抗美国的侵略啊 后来这个越南忘恩负义啊 等等这种刻板的印象 其实我来这个边境生活之前呢 也会多多少少啊 有一些这种刻板的印象 但是在这边待的久了以后呢 再加上啊 通过了解一些历史呢 才知道了一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秦汉至隋唐 越南长期被中国统治 越南历史将其称之为北蜀时期 期间越南也发生过一些农民起义 从越南的立场来说 他们称之为反抗中国侵略的斗争 唐朝以后 中国陷入内乱 越南趁机在中国五代 十国内乱时期 从中国的地方政权南汉脱离 从此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统治 自立门户 一般历史上将此作为越南独立的开始 而之后的宋元明清 中国的中原王朝和越南都发生了 不同规模的战争和冲突 明朝永乐年间 中国更是一度再次占领越南 但时间并不长久 最终越南通过农民起义再次独立 虽然这个时期 古代越南和北方的中原王朝冲突不断 但最终基本都是以 越南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结束 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亚洲 越南最终被法国殖民 二战后 中国在越南和法国美国之间的战争中 为越南提供了很多帮助 有过短暂的命运期 中越战争后 中越两国关系又降至冰点 到了九十年代初 中越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但两国关系整体上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 从越南的立场来讲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加之悬而未决的南海问题 他们先天就对北方这个体谅 比自己大出许多的国家 感到警惕和恐惧 从历史再回到现实 我们再去看 现在中越两国这种微妙的关系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作为中国人来讲 现在很多国人对越南的经济发展 非常的感兴趣 很多人试图通过在越南经商 从越南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但是我个人认为 去越南投资经商并不是完全不可取 但是一定要考量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层面的隔阂 因为在2014年和2018年 越南已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排华活动 这些都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很难说 所以执意要去越南发展的中国人 甚至是华人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录到这里 以后我的这个频道的内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以后尽量能够做一些内容比较真实的 然后有价值的东西 希望大家后续能够持续的关注 因为只有你们的持续关注 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